星巴克 緩緩將熱水注入 沖泡咖啡 依照秒數動作全程 意識不苟 還得經過咖啡師敏銳的舌尖測試 袁田燕靠手沖咖啡 闖出名號 吸引愛好者溫香排隊 因為看網路上有介紹 好像還不錯 朋友說要來喝 目前是星巴克 主打高端精品 和星巴克客群有點相似 不過袁田燕主打精緻手沖 星巴克則以貼心客製化文明 但看準台灣人愛喝咖啡 年底還有藍瓶加入戰局 同樣來自日本走文青瓜的藍瓶咖啡 也讓粉絲引頸期盼 越來越多一國品牌進駐 台灣本土企業即使不走高端路線 人士備感威脅 積極開發外送市場 利用結合APP的方式去做一個外送 那麼但是呢 從這樣子的一個模式看起來 未來能夠帶來多少正面的一個 營運效果跟幫助 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是屬於不確定的一個狀況 從台北部分區域開始試水溫 首波303家門市加入 不只咖啡飲料還有甜點蛋糕可選擇 力拼台灣市場營收更進一步 採訪市場營收更進一步